鼎泰豐曾被美國紐約時報評為世界十大美食餐廳 現在已經在日本 美國 英國等十五個國家開出一百八十二家分店 而鼎泰豐的紐約店也在美國時間七月十八號正式開幕 吸引不少韜客慕名而來 藉著紐約分店開幕也帶來了討論度 外媒也仿效經濟學人 一九八六年發布的大麥克指數 被鼎泰豐編制了小籠包指數 要來比較各國的小籠包售價 根據這份指數是以消費者花十美元的價錢來看 能買到幾顆頂泰豐小籠包 其中最貴的就在倫敦只能買到四點三顆 而美國紐約能買五點四顆 日本東京則是六點六顆 根據這份報告 十美元能買最多的就在吉隆坡有十六點六顆 而台北則是十五點七顆 其中其實不只牽涉到的是生產成本或是租金 當然也包含了需求價格等等 與之前的大麥克指數概念很類似 不過央行就說了 這類指數其實都是以輕鬆淺顯易懂的方式 要來介紹各國的購買力評價 但也因為牽涉的因素非常多 其誰無法單就一個項目來評估各國的消費力 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